两界通道 李云霄大害立即明白了其中关键 施声道 这 这也太离谱了吧 林木迪宁声说道 的确很难让人接受 但事实便是如此 当年若是彻底击杀魔主 那么魔界通道便会直接打开 无数魔军和魔杀降临 那种场面很难想象 怕是整个天舞界真的彻底毁了 无数冷汗从李云霄的身上冒了出来 林木迪叹道 但两界通道虽然在魔主身上 被分而镇压 但两界之间却是存在裂缝的 裂缝 李云霄瞬间醒悟过来 我明白了 天荡山脉便是裂缝所在 我取得凤凰神火的时候 曾经附在凤凰身上 建过上古时的一战 那凤凰将黑焰凶魂煞击败 哦 有这等事 林木迪惊奇了起来 那难怪了 果然从上古的时候起 有魔入侵 天荡山脉的确是两界的裂缝 所信的是 当年只能低阶的黑煞进入 并且被眼神大人封印了 看来天荡山脉的裂缝 也是实强实弱呀 李云霄道 现在天舞界都不存在神境了 若是让魔界通道打开 无数魔军降临 那岂非是只能任人宰割 林木迪道 差不多吧 所以通道一定不能开 天荡山脉的封印 也一定不能破 李云霄只觉得一阵头疼 突然间黑黑笑道 十万年过去了都没事 再挨个几百年 肯定也没问题 等我死了之后 留待后人解决吧 后人 林木迪四笑非笑 你是戒神碑之主 当年所有魔之封印都被破开 这会是巧合吗 你觉得能拖到几百年后吗 李云霄道 即便如此 天塌了 还有高个子顶着 圣玉和华神海 总得站出来扛吧 也轮不到我操心 林木迪道 你的心态可真好 李云霄只觉得一阵烦乱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林木迪不假思索地说道 将所有魔主分身全部镇压回去 镇压 怎么镇压 李云霄白了他一眼 别忘了 我身上还有大量魔源 而且体内还封印了魔主谱的逃生通道 对了 这朴和帝又是何干系 林木迪道 这两人也的确很有意思 当年魔主名为帝 所向披靡 天舞界大批的神经强者陨落 后来不知为何 帝在天舞界待得久了 竟然产生出了一丝善念 渐渐地有些人格分裂起来 最终从他的身体里分出去了一半 便是谱了 这也可以 林木迪道 别忘了 魔君的产生过程 本是不断地吞噬 千千万万无数个魔杀才能诞生一名魔君 整个魔界有多少魔君我不知道 但一定不会很多 他继续说道 当年朴被分裂出来的时候 两个人完全性格分明 一善一恶 相互间彼此看不顺眼 在天舞界大战了起来 当时大家别提有多高兴 巴不得他们同归于尽 但两人的实力不相上下 打了数年之久 也分不出胜负 整个天舞界被破坏得满目疮痍 而且在这个时间里 两人的善恶之念 也没有了那样极端 开始向正常化发展 正常化 李云霄不解地问道 林木迪道 便是 帝也没有那样邪恶了 普也没有那样善良了 这样就没有了对立的执念 打着打着 两人便不打了 再后来 两人被分别击败 帝过于邪恶 被分尸镇压 谱则被封印在了南域之地 为了封印摩谱 将整个南域的灵气尽数抽空 这才导致了 现在南域灵气枯竭 当年可是四域当中 最强大的一域呀 李云霄道 如此说来 南域的封印之地 我还去不得了 他与齐盛峰之间 还有个约定 原本还打算去南域封印之地的 林木迪皱眉道 那封印之地 是万万动不得的 可是令我不解的是 为何你的身躯 会成为通向封印内部的通道 李云霄也是疑惑不已 自从得到了海皇波家的血脉后 魔主谱才出现在自己的体内 怕是波家与那魔谱 有着极大的联系 林木迪道 这些都暂且不管 你当务之急 便是提升自己的力量 这霓虹原石 即便是在魔界 也是万难易得的宝物 一旦出现 便会引得腥风血雨 无数魔军为之争抢 你既然修炼了魔功 便可以好好的利用它 李云霄惊道 霓虹石的魔性太强 即便是大人都被影响心性 不能控制 我又如何掌控得了 林木迪笑道 那是因为你我接触的霓虹石 都非纯净的 上面早就被魔主污染了 而这块霓虹石 是纯粹的原石 你可以放心使用 他将原石递了过去 李云霄接了过来 在手中掂量了几下 如何用 我总不能拿它去砸人吧 林木迪道 你可以将它炼制成 自己衬手的兵器 其坚硬程度 甚至可以比你神炼钢了 至于其内蕴含的冰煞星宴 以及魔原灌入后的恐怖力量 更不用我说了吧 李云霄愣了一下 随即大喜起来 林木迪道 炼化此物还得用魔原 你且试试吧 好 李云霄应了一声 也顾不得外面还困在阵中 便开始用魔原之力 炼那霓虹原石 他本是巅峰的数炼师 炼制宝剑 自不在话下 当魔原之力灌入石中时 一股令人心颤的力量传递出来 并且瞳孔凝视之下 那石内隐约有白色的心眼跳动 林木迪在一旁静静地看着 脸上已经恢复了一贯的淡定神态 他将所有关于魔界知识说出 似乎好像将一份责任 从十万年前传递到了现在 嘴角不由地微微扬起 李云霄则是专心致志的淬炼宝剑 这霓虹原石似乎颇具灵性 当他的魔原之力灌入后 心中一种极为清晰的感觉涌现 好似心练过一盘 三日后 一柄长剑在空中飞旋 剑身上印着一朵煞白的小花 那心艳引线剑外 方圆树里内的空间 尽数笼罩在那种心迹的炙热下 李云霄的双手在身前掐绝 那金色的皮肤上满是漆黑的魔纹 从双额一直遍布脚跟 双瞳也化作纯粹的漆黑 一圈圈的勾玉在毛子四周浮现 他抬起手来 五指须握 那霓虹魔剑在空中转了数圈落下 直接引入他的掌心里 李云霄低头望去 只见自己手心里多了一朵白色的小花 随着满身魔纹退去 那朵白色小花也渐渐地化作透明 直至消失不见 林木迪上前问道 如何 李云霄点了点头 不错 两人相视一笑 身影渐渐变淡 一下子出现在戒神杯外 混暗惊奇的阵法当中 大杯沐云镜外的金波 已经有汹涌之势 却依然在可扛的范围内 镜面的承受能力 似乎在李云霄的预计之上 车游道 这还要等到何时 以我之见 现在可以出手了 挤我们众人之力 这片天空下 还没有破不掉的阵法 李云霄望着林木迪 似乎征求他的意见 林木迪道 动手吧 这大杯沐云镜 乃是不是宝物 想要等到他承受的极值 天晓的是什么时候 李云霄点头道 好 那大家便依照之前的安排 一起出手吧 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各个情绪高涨 在这里等待了数日 早就不耐烦了 身上的气势爆发开来 竟然形成了一道道钢器 往外震去 整个空间都极度不稳 不仅是他们不耐烦 外面的英智等人 也都是心情 有些浮躁起来 那混暗旌旗四周的波纹 越来越急 丝毫没有消失的征兆 而且英智和景七两人 都是朝凡入圣 对天道的领悟极高 总有一种不好的感觉 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 景七终于忍不住了 本座不想等下去了 英智 不如你我联手 将这荆棋破开 把李云霄拖出来杀了 你疯了 润龙吓了一跳 你们若是出手 那就救了他一命 景七冷笑道 要说这破棋子能杀他 原本我是不信的 但见你们说的 真有歧视的模样 我才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现在显然是不行了 润龙冷笑道 不行 从本座济世开始 从未有人 从这棋内逃出来过 若是不信 当时又为何找上我们 我是绝不会让你 动这棋一分一毫的 景七的眼中 蹦射出杀器 将润龙几人 惊退了数步 都是震怒的 你想做什么 景七吃笑道 想做什么 由不得你 他一下腾空而起 那轻瘦年轻的面孔 变得猙獰起来 身上开始浮现尸斑 英智突然叫道 住手 快看下面 好像有变化了 众人急忙将目光凝视下去 那混暗金旗四周的波纹 原本异常激烈 此刻更是沸腾一般 那金色的光波 不仅沿着海水激荡 而且震上上空来 润龙脸色大变 这种情况 他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惊到 这 这怎么回事 混暗金旗上 突然发出剧烈的金光 骑身猛的颤抖起来 轰隆一声 整个大海瞬间炸开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